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是 長榮路 中華街口 中華街就是網直走 就是訪問市場 對面有 有潮池的訪問 然後萬全市場 傳統萬全市場 然後第一位 中華街口 我們如果從 蘆州國小走過來的話 走到這邊就是 最熱鬧的地方 這邊就是 轉角 這邊有大同 大同公司 展獸 有一次經銷商 然後旁邊是 手奈 這是 便利購 隔壁是 街馬 便利購現在 在這邊 在這邊是24小時的 樓下有100塊的 請坐 簡法加快洗 這就是 往中華街 長榮路 對面這一棟是 寶吉田地裡 這邊禮拜天很熱鬧 好像 好像西門街 西門店一樣 如果你住 樓州不想到 外面去 那你就可以 來這邊 這邊也有 加了 五便利購裡面 以後 可以 給你 玩WIFI 可以上網 好 這一馬也是 人潮 非常的洶湧 很多 禮拜天的話 這邊人也蠻多的 這一馬 東西也很多 有一些 進口 進品 什麼都有 這一馬 對面 就是 Net 還有 漢堡王 漢堡王的 樓上是 慧竹石一樣 然後這整條街 長榮路整條街 都是一些名店 名牌 漢堡王現在也 禮拜天也是 大家都會在這邊 聚聚 因為這邊 算是 蘆州的西門店 他賣的 他賣的 東西也蠻便宜的 他最近有做促銷 所以 有99塊 那漢堡王的 隔壁就是 貴族私家 最近也有一點 裝潢上改變 所以 也蠻多人在 等的 因為今天是 禮拜天 從這個角度 過來的話 我們就看到 蠻熱鬧的 這邊就是 貴族私家 也就是 漢堡王 往前左就是 中華街的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 這邊很多吃的 烤的 然後這邊有一些 新鮮的 現仔豬肉 還有雞 這裡 這裡就是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 它方便的地方就是 它有很多 很多料 都是現做的 現炸的 今天才做的 不像那個 超市一樣 超市的就是 有很多都是 冷凍的 這邊吃的也蠻多的 水果 水果 這邊也是 尾翠粒也是 24小時 在賣水果 那這條 中華街就是 比較 熱鬧 也比較 古老的街 以前是 蘆洲最熱鬧的街 那這個 左進去就是 我們的 黃昏市場 從 長安圖書館 走過來的話 到這邊是 蠻近 這邊有 維翠粒 鮮果專賣店 它是24小時的 它有兩個櫃台 隔壁是做那個 水餃的 也是 很多人買 這裡呢 二樓還有一家 國際梅花 沙龍 沙龍 這裡要買什麼 都有 應有盡有 價格也很便宜 從 Seven走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食鹽百貨 還有 維倫胡適 這有 文家營的 紅葉額 余倩品 的 進行 招牌 這裡就是 黃昏市場 蘆洲的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 直走的話 就到中原路 直走可以直達到中原路 中原路的全聯 那這邊很方便 你如果騎摩車進來的話 要買東西都很方便 就是說 騎摩車進來買了 就可以回家了 不用像 那個全聯或是頂好 全聯跟頂好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到現場的話 你還要 你買到的東西 也不是新鮮的 這裡的東西都是新鮮的 好 我們如果 往直走的話 就可以 到那個 全家 好 今天就 為各位 網友報導到這邊